31日,随着最后一颗落叶松的倒下,大陆最大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结束了长达63年的采伐历史,并迎来新的生态建设发展时期。 内蒙古大兴安岭最后停伐的区域位于根河林业局乌立库马林场。 在停伐现场,工人代表们向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移交了采伐工具,从此,曾经的伐木工将转身成为森林的守护者。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地处祖国最北端,自1952年开发建设以来,为国家提供了2亿多立方米的商品材和林副产品,上缴税费200多亿元。 针对长期以来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,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展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。 到2013年,内蒙古大兴安岭每年木材采伐量已从天保工程实施前的396万立方米减少到110万立方米,而以往,这几乎只是一个林业局每年的采伐量。 内蒙古森工集团总经理,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局长巴树桓表示,此次停伐标志着大陆以由靠过度采伐来获取林木资源的时期,转为以生态效益为主,向公众和整个社会提供公共生态产品的时代。 按照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总体部署,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,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计划用5到10年时间,率先基本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,完善的生态主导型经济体系,公平普惠的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